好OK 首先欢迎同学们来到今晚的清灯教育公开课课堂 我是今天的主张老师山河 相信之前也有很多同学们听过老师讲一系列的公开课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公开课呢 是关于一个案例的教学 你可以看这个课题 群里我是斗图王对吧 海量表情包 Person多线程爬取 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实现 或者说教大家怎么去使用一个多线程 去爬取我们的一些数据 这样很多同学基本上就有人问过老师 老师为什么你不讲一讲多线程 那么在这里满足同学们的一个情况吧 在这里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多线程 但是呢 同学们说一下 在你使用多线程之前 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做一个函数的封装 你要把不同功能的函数模块进行一个封装 封装好了之后呢 你才可以使用多线程 如果说你不封装的话 虽然说你可以把整个项目写成一个函数 但是呢他没有达到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呃开发效果 哇这是我关于今天这个课题 那么这个课题呢也是之前呃有位学员啊 他问我呃他问我老师这个呃 斗图吧呃斗图了这个平台 这个图片怎么获取啊 他是也是那么一个需求吧 然后呢我把这个需求把它做成了一个案例 今天教大家把这个斗图了这个平台当中的这些呃图片 斗图的图片给大家爬下来 那么关于今天这堂课呢 有如下三个课程亮点吧 啊第一个啊系统分析目标网页 待会儿呢在写案例的之前 我会教大家分析目标网页 那具体来说呢 首先分析目标网页 我们应该分析他的一个网页性质 啊他是静态网页还是动态网页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根据他的性质确定他真实的一个URL路径啊 也叫做呃链接地址吧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链接地址啊 这是第一个 打卡卡吗 是打卡还是卡呀 这位同学没有名字 这位同学啊卡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 如果说你经常听咱们呃 清真教育的公开课 或者说你经常听腾讯课堂的一些课程的话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安装一个腾讯课堂的一个客户端 因为客户端他比较稳定啊 听起来说你看直播也不卡 如果说你在网页端看直播的话 很很有可能就会卡啊 这是关于今天的第一个课程亮点 第二个课程亮点呢 是关于html数据的解析方法 因为我们今天获取到的数据啊 它是一个html标签数据 那么针对于这种html标签数据来说呢 我们可以使用啊 Xpass这种数据解析的方法 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那这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 呃是关于图片的一个保存吧 那么接下来爬学到的图片 我会专门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好吧 这是关于今天课的一个课程亮点 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今天使用的环境 老师使用的是Python 3.6的解释器 以及PyCharm的代码编辑器 这两个是关于前提环境的安装问题 如果说在座的各位同学啊 你没有安装这些环境 比如说解释器 比如说你的代码编辑器 你没有安装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我们助理老师 获取一下这个环境安装包的一个 安装包以及安装教程 因为他那边有一个详细的教程 会教大家怎么去安装环境 包括呢 如何添加一些系统环境变量 这是关于环境问题 那么下面呢有三个模块 第一个是request模块 这个模块可以帮助我们请求到数据 它是一个数据解析 数据请求模块 第二个呢是puzzle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是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它能够帮助我们使用一些 数据解析方法 比如说tapas 比如说css选择器 比如说正者表达式 利用这些数据解析的方法 把它什么呢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这是第二个模块 那么这两个模块 同样的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模块 所以说这两个模块是需要安装的 那么安装方法在课程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 那么最后一个模块 它是一个多任务模块 那么基于这个模块呢 你可以实现一些多进程 多线程 包括这个模块 它对于多进程多线程 这个模块的封装 它都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模块呢 也是在passion3.2之后 才引入的一个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 也是属于一个内置模块 它是不需要安装的 它是passion解释器 自带的一个模块 是关于今天 我使用的一些环境 或者说模块的一些介绍 那么在座的各位同学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听咱们公开课 对吧 可能不知道 我们清单教育的一个公开课课程 是提供一个课程录播的 这个录播给到大家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它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在课后进行复习的 因为如果说你在这里看直播课吧 走马光滑 走马光滑的去看下去的话 你可能听得懂 但是课后你要实现这个案例的话 可能就有困难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录播 给到你是在课后可以进行一个巩固复习 如果说你想要复习一些知识点 你也可以去观看录播去复习 那么我们录播获取的方式该怎么获取 首先 你应该在我们的公屏上 跟着老师发送打卡两个字 跟着老师发送打卡两个字 那么发送打卡两个字截图之后 加上我们这个助理老师的微信号 把你的打卡截图发送给他 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咱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课程录播 还有咱们助理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课前福利 这个项目的语言码 还有包括环境的安装包 安装教程 以及PyCharm代码编辑器的一个激活码 包括录播 这些资料都是由在课后 由我们助理老师把这些资料统一打包发送给大家 所以说有需要的话 直接添加一下我们助理老师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些课堂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所有资料都是免费的 好 这是关于今天的一些介绍 老师今晚有提及多现实的引入实现吗 有啊 那么咱们废话也不多说吧 直接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 首先呢我打开我的这个百度 我打开百度 然后呢搜索一下 斗图了 斗图了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通过搜索斗图了 是吧 在这里啊 他就有很多的结果 那么在搜索结果的第一个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爬取的一个目标站点 那我点进去 呃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关于这个站点的一些详情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呢已经我们已经点进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做踩点 是吧 我们做爬城了 主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踩点 那首先呢 我们要分析当前网页 它是一个什么网页性质 或者说呢 分析出来它一个正确的一个url地址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情 啊 好了 找到站点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在斗图了 这个平台当中有很多的分类 啊 比如说呢 在这里有一个最新套图对吧 啊 最新的表情 还有表情制作器等等一些分类 那么我们今天呢 看一下啊 因为在这里呢 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套图啊 套图在这里 这是关于一些套图 啊 套图的话呢 因为它涉及到的有一些 跳转啊 一面的跳转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一面跳转 如果跳转的过多的话 对面 我担心你们什么呢 我担心你们页面跳转 跳转的过多的话啊 啊 那么数据解析的乘数就会变多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根据这个分类啊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把这个最新表情 这个分类当中的图片给大家爬下来 好吧 因为在这里呢 因为在这里呢 它没有涉及到一些啊 翻页的或者说点击 它们有一些套图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页面在逻辑上是简单的啊 在逻辑上是简单的 所以说呢 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任务 就是把这个最新表情这个栏目下的下面的所有表情 全部给大家爬下来啊 全部爬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一下 在最后面呢 它有它的一个尾页啊 具体来说有3533页的一个数据啊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把这些3000多页的一个表情全部给大家爬下来 好吧 什么截图软件啊 截图软件的话 你可以找我们助理老师去要一下好吧 我也不知道 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人都问截图软件啊 只是一个小工具而已啊 只是一个小工具 好 那么找到了这个站点之后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案例该怎么去实现 或者说呢 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实现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 思路 像我们做爬双的话啊 老师是要卡死我的电脑吧 不存在啊 这个数据来说的话 虽然说有3000多页啊 但是每一张图片它并不大 所以说呢 它的站的内存也没有那么多啊 QQ就可以截图 QQ也可以截图 是的啊 啊 那么关于思路问题的话呢 一般我们做爬虫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爬虫的一般思路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第一步 啊 第一步呢 就是确定啊 正确的url地址 啊 确定正确的一个url地址 那么首先呢 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啊 什么叫做正确的url地址 或者说还有同学不知道什么叫做url地址 那这给大家说一下吧 url地址来说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链接地址啊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网页导航栏中 这里一个地址导航栏对吧 这里呢 你可以把url理解成链接地址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关于url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意思 那么关于正确的一个url呢 就是涉及到我们网页的一个性质了啊 什么性质呢 一般现在的网页啊 它分为一个静态网页 或者说呢 一个动态网页 所以说呢 现在静态网页 它的数据都是静态的 而且来说呢 在你请求数据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数据 服务器啊 会把所有数据全部给反反还给你 好 这是关于静态网页 那么动态网页啊 它的数据 它就不是静态加载的数据 这些数据呢 它是通过动态加载的 动态 动态加载 那么动态加载的数据 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涉及到一个数据库查询 数据库查询 所以说呢 这个静态网页跟动态网页 它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的静态网页的url地址 跟动态网页的url地址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在确定正确的一个url地址的同时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网页的性质 它是什么网页 这第一步 那么第一步做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跟着我们思路去走 就有第二步 因为我有了正确的一个url地址 我们呢 就可以请求数据 请求什么数据呢 请求这个url地址里面的数据 那么请求数据呢 它会使用到request这个数据请求模块 它是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它能够帮助我们啊 或者说模拟浏览器 去请求服务器的一些数据 那么关于这个模块也会教大家怎么去用 好吧 这是请求数据 主要来说就是要通过这个模块 把你想要的数据给请求出来 但是呢 你请求出来的数据有一个问题 这些数据是犯数据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各种数据类型 都包含了数据 什么叫做犯数据呢 它可能包含包含图片数据 包含文字数据 还包括包括一些视频数据 那么针对于啊 这些犯数据 我们就有了第三步 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来说呢 就是从这些犯数据当中 解析出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关于数据解析模块呢 我们会使用到puzzle 这个模块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 使用一些数据解析的方法 把数据给解析出来 解析我们想要的数据 好吧 这是第三步 好 那么第三步数据我们有了 对吧 我们已经有了 接下来最后一步就是 第四步保存数据 一般来说啊 现在作为一个爬送程序 它保存数据 无非就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保存在本地文件 第二种来说呢 就是保存在数据 因为我们今天爬去到的是图片数据 图片数据 它又是属于一个二性质数据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带大家啊 帮我们把所有获取到的图片 保存在本地文件里面去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将通过这四个步骤 去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 好吧 那么关于这个思路问题 同学们 有没有疑问 或者说呢 你听我这个思路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见解 如果说思路能够听懂的同学 你给我扣个一好吧 不懂的同学 你都可以在空评上提问 有问题都可以问一下 包括接下来我讲讲课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问题 你也可以问啊 这是关于思路问题 如果说都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老师将带大家通过这四个步骤 去实现我们的案例 好吧 第一步 确定正确的一个URL地址 首先呢 我把它粘贴一下 暂停好了之后呢 注释一下啊 那么分析正确的一个URL地址 那么我讲了 首先应该确定当前网页的一个性质 它是静态网页还是动态网页 对吧 那么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确定静态网页或者说动态网页呢 首先我们可以右键啊 在这里右键点击查看网页原代码 点进去之后呢 在这里返还出来的数据 它因为它会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对吧 那么在这个里面显示的数据 实际上就是对方服务器返回给你的一些原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些数据呢 它都是一个HTML标签 对吧 并且来说呢 这些数据它没有经过浏览器渲染 经过浏览器渲染之后的数据 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教你怎么打开网页原代码 查看它的原数据 好 原数据查看好了之后呢 在这里你可以去找一下啊 同样你可以去找一下 或者说呢 接下来我要去搜索一下 怎么搜索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关于这些图片 图片的话都有它的一个标题 我可以啊 首先查看它的标题对吧 右键点击检查 获取当前图片的一个元素 元素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当前这一张图片 它有一个我自闭了这个标题对吧 我自闭了 对吧 那么这个标题对应的每一张图片 它都有标题 我把它的标题给复制一下 复制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网页原代码当中啊 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我首先Ctrl F 调出搜索框 调出搜索框 然后呢 粘贴我刚刚复制的数据 我自闭了 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可以搜索的到一些数据 你可以看到啊 我自闭了 而且来说呢 我搜索到的数据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它都有一个高量显示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在当前网页啊 网页原代码当中 能够搜索的到当前网页的一些数据 那么证明呢 当前网页 它就是一个静态网页 反之啊 如果说你在网页原代码当中 搜索不到一些你想要的数据 那么它的数据加载 它就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加载 这个动态数据加载呢 它就是要去对方服务器 进行一个数据的查询 然后数据的返回 然后返回给浏览器 进行一个数据的渲染 这是一个动态加载的过程 那么实际上啊 这个网页它是静态网页 那么静态网页 它的一个url地址 就是我们地址导航栏中的这么一串 就是这么一串 我首先把它的地址给复制下来 自闭了 这个我只是题目啊 复制下来之后呢 首先我在这里构建一个base url 这么一个变量 变量构建好了之后呢 这个url呢 需要使用一个字符串进行接收 我把刚刚复制的一个url地址 我粘贴到这里 好这是我找到或者是我确定它真实的一个url地址 正确的一个url地址对吧 好找到了一个url地址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找一个参数 一个请求参数 首先呢 我可以右键啊 点击检查 点击检查 然后呢定位到我们的network啊 这个network呢是谷歌浏览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抓包工具啊抓包工具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当前网页的所有数据包啊你通过刷新页面啊当前网页所有数据包你刷新页面之后呢在下面他都会给把这些数据包给抓起来 包括呢图片数据啊你可以看他的一些图片数据还包括一些GS数据啊还包括一些CSS数据等等的所有数据啊都会在下面进行数据抓包获取 那么接下来呢你可以任意的点击一个数据啊比如说呢我点这个啊我点下面那个吧上面没有你没有那个请求字段啊我点下面的好点到下面的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request 请求头啊也就是说同学实际上在你发送这个url地址请求或者说发送这个数据包请求的时候啊浏览器默认的会把这些所有的请求头自断 一并带上去发送给服务器然后呢服务器对于进行一个数据的返回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仅仅需要使用到一个字段啊一个字段user engine的字段我首先啊把这个字段给复制下来啊复制下来注意啊这个字段要在request header时这里面去找啊找到了之后呢我接下来要把这个字段给构建 首先呢我把我新建一个或者说我复制一个变量headers 这个headers呢需要用一个字典的形式进行接收啊字典的左边是它的一个键右边是它的一个值 所以说呢它的键与值都需要使用双引号把它给包裹起来 好我想问一下再多各位同学啊对于这个user engine的这个字段有什么作用啊有没有同学能够回答一下老师 啊知道他有什么作用的同学可以回答一下老师啊不知道的同学你给我扣个零好吧 呃我想测试一下同学们的一个呃学习的一个进度或者说你们了解的一个情况吧 呃 陈春阳对吧呃这个好像是很眼熟啊好像是咱们的vip学员啊 呃防反爬反爬伪装哎看来我们还是有有同学啊接触过爬松对吧实际上啊 模拟自己模拟自己就不要模拟了吧 实际上同学们给他说一下因为有coding的同学为了照顾所有同学的那么一个情况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字段它有什么作用 首先呢我分析一下它这个字段的值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在这里啊mozela 实际上mozela它是浏览器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浏览器开发的一个历史问题 因为啊第一代浏览器开发出来以mozela命名啊之后的话不管哪家公司开发出来的浏览器通通的以这个名字命名啊 继续往后面总的在这个块里面啊你可以看一下 温1064位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操作系统的一个参数像我今天老师使用的操作系统就是温1064位的操作系统 是吧继续往后面走呢你可以发现一些东西比如说app啊webkit啊实际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实际上是浏览器的一个内核啊 浏览器的内核继续往后面走呢这里又有一个信息的标识这里呢它显示的是一个什么chrome代表谷歌浏览器 还有它的一个版本还有它的一个sifery内核等等的一些信息那么从分析出它的一个值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当前这个user agent的这个字段代表的是什么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身份标识 啊告诉服务器啊告诉服务器我是浏览器没错啊所以说呢在你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你带上这个请求投资段就可以帮助我们把整个爬充程序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啊为什么要伪装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爬充程序啊它是非常不受服务器待见的 因为我们爬充程序啊它是批量的获取数据并且来说获取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说呢就很有可能造成对方服务器的一个压力如果说啊在做的各位同学你现在同时跟老师访问这个服务器请求它的一个数据那么它的压力可能就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呢现在各大服务器它都会设置一些反爬手段像这个字段user agent的字段是目前最常见的一个 反爬手段是吧那么带上这个字段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把爬充代码进行一个伪装啊伪装好了之后呢呃对方服务器就无法识别你是一个爬充程序了 哇这是我们今天爬充思路的第一步啊第一步没问题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我讲一下哎请求数据啊因为我有了这个url地址啊我就可以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数据那么在请求数据的话呢首先我把它复制一下啊请求数据 复制好了之后呢首先请求数据的话我需要使用到一个模块对吧我刚刚也讲了使用到request模块那么要使用这个模块你的前提要通过import导入一下request import导入一下request模块导入之后呢你才可以使用这个模块的功能啊那么之前我也讲过了这是一个第三方模块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模块它是需要安装的模块 那么安装方法该怎么安装呢在这里啊同学们你可以点击到terminal 啊terminal是咱们拍charm代码编辑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终端工具啊类似于我们电脑的一个cmd终端啊 那么点开之后呢你在这里啊可以通过什么呢我在我帮一下吧 啊你可以通过pep install 安装request模块啊啊通过这行命令啊点击确定啊他就会帮助你自动的安装这个模块而且安装的话呢直接把你安装照安装在你的环境的setpackage这个文件夹里面去啊 只不过老实在这里已经安装了啊所以说他就会在这里提示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话那么在这里他就会有一个进度条的显示啊他安装的一个呃快慢或者说呢他安装的一个过程他都会有显示的啊 但是呢你使用这一行命令有一个前提啊一个什么前提呢你要保证你的pathon环境配置没问题 所以说呢在座的各位同学如果说你安装环境啊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助理老师好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号因为他那里有详细的环境的安装包和安装教程有任何不懂的问题我们助理老师也能够去帮助你好吧 所以说呃有环境没有安装的同学或者说环境没有配置系统环境变量的同学都可以找到助理老师啊配置好了之后呢就可以使用命令行去安装一些第三方模块 啊呃直播客是每天几点钟每天的8点啊每天8点是我们的直播客开课的一个时间啊实际上我们会提前10分钟开课正式讲课的话呢是8点过5分左右正式讲课 导入这个模块之后呢我可以通过request使用这个模块啊使用模块的话呢你可以通过点的方式调出他的一个请求方法啊在这里提一下所有的静态网页他的请求方式都是 是一个get请求啊get请求那么这个get他是不是得到获取的一个意思啊在我们计算机语言当中呢get他又是一个请求的一个意思啊请求什么呢请求这个baseurl的数据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把这个baseurl这个url地址给传进去对吧怎么传呢通过url关键字传在url等于一个baseurl 同时呢同时呢在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数据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请求资段给带上去对吧heads等于一个heads 这两个传畅的方式呢是通过关键字传畅 是吧那么代码写到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在你运行程序的时候啊啊他就自动的帮你啊模拟成一个浏览器用户去请求这个url 叫地址的数据只不过呢他请求返回的不是直接返回数据他是返回的一个response 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变对象给你们那么这个对象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监控号的对象你可以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response对吧我右键点击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response啊坚固号对吧坚固号在我们的pass语言当中表示一个对象啊然后呢这里有一个200 那表示请求的状态吗像200左右的状态吗表示请求成功啊老师最终效果能看一下吗最终效果你急什么不用急好吧朋友们 呃零基础能不能呃能不能听不听得懂啊啊我今天的公开课是讲的非常详细的话包括我现在讲了那么久我才敲了呃几行代码四行代码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基本语法都不懂的话呢我觉得你听起来比较困难啊像这个变量名的命名以及复制啊包括字典 复制以及操作这个都属于pathon的基础语法啊那么听不懂的同学呢我建议你听一下老师的思路好吧科后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些基础语法自己去学一下 好吧好这是我请求的数据但是呢我要的不是一个response对象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里面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呢我在这里啊通过response.text方法就可以提取出这个对象里面的text文本数据 是吧提取好了之后呢我使用一个htmldata 并且接受一下接受好了之后呢我再次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html data啊右键点击运行 啊运行好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终端当中啊就是我们请求到的数据啊数据来说的话很多啊 啊数据很多那么在这里我搜索一下 我刚刚搜索的内容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呃我自闭了啊那么在这里我再次搜索一下我啊我自闭了 那么在我在中段当中搜索数据同样的能够看到我想要的数据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方式获取数据的方式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这是我发送请求请求到的数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请求到的数据我刚说了 是一个犯数据 呃包含的各种类型的数据包括图片数据包括字符串数据等等的对吧 所以说呢这些数据实际上接下来 我要把我想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啊第三步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 那么解析数据来说的话呢会需要使用到这个模块passle模块啊那么这个模块呢他有详细的一个使用方法啊同时呢在我解析数据的时候我应该导入一下这个模块对吧 好在这里通过import 呃导入一下passle 啊导入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会使用到这个模块进行数据解析好解析好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我就不打印了吧 啊实际上在这里给他说一下啊 我通过请求到的数据啊这些数据啊跟我们在网页原代码当中哎 看到的这些数据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进台网易嘛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要把这些数据或者说我想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对吧解析数据的话呢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我们需要什么数据 对不对 好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因为我想要的是图片数据 图片数据的话呢对应的实际上图片他也有图片的一个url地址 比如说呢我在这里啊可以啊同样的以这个图片为例吧我自闭了对吧 我可以右键点击检查查看他的网页元素 啊查看他的网页元素你可以看到我用通过右键点击检查呢他会自动的帮 我们定位到这个img标签啊对应的img标签他有很多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呢src属性者啊那么这个属性实际上就是当前这个图片的一个url地址啊我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粘贴一下 对不对这个url地址实际上就是这一张图片的url地址 所以说呢我们在做数据解析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个url地址给解析出来 对吧解析出来之后是不是同样的可以使用到我们的request模块 把这个图片数据给请求下来 对吧这是我们需要的呃第一个数据啊获取图片的一个url地址啊 接下来呢针对于每一张图片实际上他都有关于这个图片的什么标题像这个图片他的标题就是我自闭了啊 实际上这个这个img标签里面呢他就有一个 alt属性alt属性代表的就是当前这个图片他的一个名字我自闭了对吧 所以说呢针对于因为我想把图片保存在我的本地文件里面去 是吧所以说呢我在保存文件的时候我需要使用到这个标题作为文件名称进行一个保存 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里接下来在做数据解析的时候我需要把图片的url地址以及图片的这个标题把它给解析出来 啊实际上呢关于图片的一个url地址这里有一个src属性 对吧同时呢他在下面还有一个data orangin的属性 实际上他这两个属性只是一模一样的 不信的话我把这个url地址dataorangin的这个url地址我复制一下同样的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粘贴 他是不是同样的一张图片 但是呢这个 这个网页 他加载图片他是通过一个缆加载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在做数据解析的时候我需要解析到这个dataorangin的 这个属性后面对应的他的图片数据的一个url地址 他的值 因为前面的src呀 因为 这个网页他是蓝加载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不滚动你的鼠标他很有可能这个src他就不加载这个url地址的 属性 哇就说呢接下来啊针对于我想要的一个什么 第1排第4个表情吧很秀 怎么就不说话了刚才不是很 哈哈哈你们是真的别 好接下来做数据解析的时候我要把我想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对吧 好那么解析数据的话呢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去解析 啊怎么去解析首先呢我导入这个模块那么解析数据的话呢分为两个步骤啊3.1 3.1啊转换数据类型 啊转换数据类型因为前面我获取到的这个html data 他的数据类型是属于一个字符串类型 那么像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他呀 如果说你想直接与我们的python语言进行交互的话呢 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正者表达式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会需要使用到一个xpass数据解析的方法 所以说呢我要转换数据类型转换数据类型怎么转换呢 我可以通过puzzle模块 点selector 然后呢把数据给传进去 把htmldata数据给传进去 那么这一行代码就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htmldata这个数据类型进行转换 转换之后呢他就可以直接与我们的python语言进行交互 实际上他转换之后呢 他同样的转换的是一个 select对象 比如说呢我在这里使用一个select变量进行接受 小写的s 接受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同样的print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select 运行一下 你可以发现在这里运行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他帮我们把字符传类型的数据 转换成了一个select对象 那么对应的呢这个select的对象他就具有一系列 数据解析的一个方法 啊 通过点的方式你可以调出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呢 xpass 比如说呢一个css选择器 还有呢r1正者表达式 r1在上面上面啊 正在表达式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案例 需要使用到xpass进行数据解析 他怕是他是一个路径选择器 因为像我们的html 这些 标签啊 他都有一个路径 并且来说这些标签之间啊标签与标签之间 他都有一种关系 啊 比如说那一些同级关系啊 比如说那些后代关系 比如说那一些子标签 副标签等等的 所以说呢根据xpass数据解析的方法 我要帮帮我们把数据给全部给解析出来 在框内部呢就是要写xpass语法的一个规则 好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 我首先把它给折一下吧 当前 当前当我你可以注意啊 注意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div标签 div标签下面有若干的a标签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a标签 这是第二个a标签 这是第三个意思类推 那么实际上当我鼠标滚动到 或者说移动到第一个a标签 你可以看一下 上面他是不是有一个高亮显示 所以说呢你可以发现当前第一个a标签就代表第一张图片 是吧 第二个a标签 我滑动到这里 我再截一下图 代表第二张图片 对吧 所以说呢这接下来这些所有的a标签 他都代表一张图片 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a标签 啊然后呢根据标签里面 他还有一个下下几标签叫img标签 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我可以直接定位到a标签 做低层的数据提取啊 我提取到所有的a标签啊 该怎么提取呢 在这里我可以直接啊 啊 直接跨界点提取到a标签 像两个斜杠表示跨界点提取 啊提取到我想要的a标签 那么a标签呢 他实际上他都有一个class属性值 你可以看一下 啊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属性 啊 他的class的属性值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发现没有 所以说根据这个属性值我可以进行一个标签的精确定位 啊我首先把这个class连同到的属性值全部给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我粘贴到我的代码当中去 啊 直接add他的属性值 这是根据属性进行标签的精确定位 啊 定位好了之后呢他返回的同样是返回的是一个select的对象 啊 select的对象的话呢我直接使用一个result sult result 一个list 这个编量接收 啊因为他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而且来说呢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啊 可迭代对象的话呢你通过list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列表 啊 转换之后呢接下来我做第2层 数据提协 啊 在这里呢我就 啊 为了同学们的一个观看效果吧 我直接把他对象里面的数据 给获取啊 啊 啊 get all方法可以从前面的响应对象里面把数据给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我给大家打印一下 我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result list 啊运行一下 啊运行好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啊 后面呢有很长一段看到有很长一段而且提取到的都是一个a标签 是吧a标签下一集或者说他后面还有什么标签 啊 a标签的后面有一个img标签img标签同样的也有 对吧 这是我听经过啊第一层数据解析提取到的什么 提取到的所有我想要的a标签 但是呢我要做第2层数据解析 你就要保证他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数据所以说我要把这个后面的get all方法给删掉啊删掉之后呢 接下来我可以构建一个货行环for result s u s u result for result in result list 啊我把里面的元素全部给便利出来 啊便利出来之后呢这个result 这个变量他就以同样的具有他怕是数据解析的方法啊我可以直接通过点的方式使用到他怕 进行一个数据的二次提取啊第一次提取是提取到所有的a标签 那么我第二次提取就是提取到a标签下面的什么标签 img标签 对吧那么这个img标签呢我可以直接点斜杠 获取到当前的标签当前标签是不是就直接获取到了a标签 获取到当前标签下一集下一集是不是img标签 对吧那么img标签我有了接下来我要的是标签的一个属性 对不对那么属性的话首先啊我把他这个标题给 这里有一个alt alt属性代表什么代表当前图片的一个名字啊我直接使用一个 at符号 取他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叫做alt 取他的一个属性质 取到了之后呢我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点get方法 去获取数据 get方法是获取一个数据 像上面的我使用get方法是获取到所有的数据 因为在这里你做二次数据提取的时候 便利的是每一个a标签 那么一个a标签他对应的就只有一个img标签 所以说呢他获取到的数据只有一个 啊 针对于只有一个数据你使用get方法就可以了 啊 提取到了之后呢我使用一个tidal 啊这个变量接收一下啊 接收好了之后呢我再次复制一下 因为接下来我还要获取到当前图片的一个链接地址 啊也就是这个dataorange的标签 啊dataorange的属性 啊属性的话我直接把它的属性质改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我获取到了这个img标签 吧 好获取到了之后同样是get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我使用一个另外一个变量接收一下 啊 另外一个变量就直接定义成一个imgurl吧 啊图片的一个url地址啊 这是我解析出来的什么 我解释出来的一个什么解释出来我想要的数据 那么解释出来之后呢你可以通过print函数打印一下tidal 以及啊 imgsurl啊我运行下右键点击运行 啊 这个速度有点慢啊好这是我第一次运行取出来的所有结果啊我的所有结果包括我获取到的图片的标题以及图片对应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包括你点击任何一个url地址他都会自动的帮我们在浏览器当中展现盘开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就已经解释到了我想要的数据 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tidal这个变量是我接下来作为一个文件名 需要保存在 电脑本地文件里面去的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文件作为文件名他就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文件伪罪 像每一个文件他都有一个文件伪罪啊比如说呢像图片文件伪罪见得最多的有什么 有jpg图片 有png图片 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 flash图片等等的都有 那么就这里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在他的这个网易元代码当中我同样的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我搜索一下 jpg 我通过搜索jpg这个结尾的伪罪你可以发现 他有61个数据啊 那么我再次搜索一下png吧 png png的话他也有13个 以及png结尾的伪罪 对吧 那么 实际上他的伪罪是不一样的 伪罪不一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出行了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他的文件伪罪 好那么在这里呢 他的图片url地址里面 他最后一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文件伪罪jpg 包括后面的话我找一下也有png 所以说呢我接下来啊 要做什么 要把要从要把他这个url地址当中这个伪罪 这个伪罪的数据 给获取下来啊怎么获取呢 我们可以直接啊 直接使用什么呢 直接使用一个imgur 啊点split的方法 split 进行一个切割啊切割符号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 啊 像url地址当中他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点啊 那么我直接使用到这个点 可以把整个url地址拆根拆割成两份啊 点的左边是这么一份啊 右边是这么一份 所以说呢我要的是右边的数据对不对 啊我要的是右边的数据 那么右边数据的话呢我直接使用一个这个点进行分割 啊分割出来他实际上能够帮我们把url地址分割分割之后呢他返回给我们一个列表 那么列表当中我只要最后一段数据啊我直接可以指定列表的一个所以-1 啊取到他的文件伪罪 啊取到了之后呢 啊我们是不是要使用到什么title ti tl e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呢叫做一个点 啊因为在这里我只 获取到了文件为罪啊 啊这里呢我只获取到了一个文件为罪 那么文件为罪的话呢还需要使用 使用到一个点进行连接对吧 啊这个是我通过 自动拼接 自不串的形式 构建的一个 title 啊那么在这里我也使用一个outtitle 编量进去接收啊接收好了之后呢我再次 通过print弹数打印一下 啊打印一下首先打印一个outtitle 啊然后打印一下imgll对吧再次运行一下 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的文件名称就带上了伪罪.jpg还有类似于png的伪罪啊 呃这个是png的伪罪所以说呢 我图片的数据啊图片的一个url地址我有了啊图片的 文件名称我们也有了那么我们接着来应该做什么接着来我应该使用到一个模块去请求 啊 请求 图片数据 啊请求图片数据因为我有了图片的一个url地址那么我可以直接使用到request模块 啊通过.get的方式去请求他图片的数据首先指定url 关键字等于一个 呃imgurl headers不要忘记加上headers等于一个headers请求投资的 啊这是我请求到的图片数据我使用一个img-data 这个变量接受一下 啊好接受好了之后呢这是我们做数据解析我解析出来的所有数据我已经有了 对吧最后一步 数据保存 啊保存数据的话呢我会保存在本地文件里面去好吧保存在本地文件啊 本地文件啊这里 啊保存数据好那么在这里呢之前有个同学问了我啊他发生了一个错误星期创业这位同学啊 你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什么你的xpass语法写错了啊后面是不是还少了一个中国号 啊 啊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会 做一个数据的保存那么首先啊同学 首先我在当前这个项目下 新建一个空白的文件这个文件啊文件夹 文件夹命名为img文件夹 然后呢我会把所有 图片保存在img文件夹里面去对吧好那么保存文件的话呢我可以直接使用到wizopen 啊首先我要指定文件保存的一个路径啊我可以直接指定img 因为在 派抢代码编辑器啊他默认保存文件啊默认的方式是使用于的一个相对路径啊 因为在同时这两个文件啊 pu文件以及这个img文件夹在同一级目录所以说他就会找到这个文件夹啊 找到了之后呢 加上两个斜杠表示文件路径的分割符 啊 文件路径分割符有了之后呢我还要加个什么还要加上一个文件名称 啊太烫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猫的 文件写入的方式因为我 需要获取到的数据啊或者说保存的数据它是一个二进制数据 啊在这里啊我忘记写了 这里是请求图片数据对吧请求图片数据它是一个二进制数据 那么所有的二进制数据要使用一个点content的方式 进行一个数据的提取 从前面的response响应对象当中提取他的二进制数据啊 提取到了之后呢在这里写入方式我要使用到wb的方式进行写入 后面as一个f文件对象 然后通过f.write的方法 进行数据的写入我要写入什么数据 我要写入的是图片数据 相反来说这个图片我已经请求到了 我直接把这个图片数据给传进去让他自行写入就ok了 啊好那么写入到之后呢我在这里使用一个 呃 优化一下了 优化一下 我通过print函数 啊打印一下打印什么呢保存完成 啊保存完成具体来说我把它保存到 图片文件名称给大家打印出来这个叫做out title对吧 啊out title 啊这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的优化当我运行程序的时候右键点击运行 啊他就会在这里有一个显示保存完成对吧然后呢在我的文件夹里面去看一看 啊show in explorer 啊 呃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表情报然后呢点击到img文件夹啊这里呢第一页有68张图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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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